本地流业加速回暖 截至上个月 五国今年的入境旅客人次达到1014万 恢复到疫情之前同期的将近八成 旅客回流也推动包车服务的需求 然而即使有生意上门 旅游和包车业者却面临车子或者是司机不够 以致无法接单的窘境 那今天的《城光聚焦》一起了解 本地境内旅游出行服务 为何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 提供豪华车载送服务的蒋潮熙 在这一行打滚了近十年 主要承包旅行社的接送工作 公司仍保留的十部车 包括七人做的豪华或多用途车 以及十三人做的小型巴士 有时接到大团订单时 他也会把工作外包给观光巴士业者 我们实 dés翼 地区和外国旅游市场 后疫情时代 跨境商旅和休闲旅游重启至今已有一年半 但本地市场仍残留不少后遗症 货车和巴士组也没能幸免 用车证成价在今年三月 一度飙涨突破9万元的历来新高 报9万1101元 10月第二轮成价也报8万4790元 这和2020年同期的33778元相比 上涨一倍半 推高观光巴士的价格 另一方面 选择延长拥车证期限的私人巴士车主 过去三年来 也在拥车证成价上涨下逐年减少 私人巴士数量递减 司机难求 除了这些问题 旅游业还面对其他行业的竞争 很多都是做那些学校的 或者有些是拿来专载工人的 福明灿金银的旅行社 疫情期间放弃了原有的车辆 改而与蒋潮汐等包车业者合作 他表示 疫情后旅游团规模缩小 带动了多用途车和小型巴士的需求 最近那些中国团跟印度团已经减少了 所以我们也很少用到那些大巴士 来新加坡的旅客很多都是家庭式的 两三个人的 或者最多到可能朋友 加上朋友十多个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有一些最后一分钟的订单来讲 我们就找不到业者来提供车辆给我们 遇上大型会战或活动时 就连小型巴士也一车难求 就像刚刚过的地方城市的时候 有关机构主办三 他们当时也租下了很多小巴 还有那些欺人的那些多用途车 这样就把整个市场的那些车子 都给他们租掉了 所以我们这些业者就面对了很大的问题 原源不绝的订单 就连豪华车和多用途车也不够用 另一家旅行社指出 如果接到大团订单 业者一般不会考虑 以其他车型替代旅游巴士 以免对协调工作造成更大负担 如果您使用更多车子 价格会比较更高 比较更高 比较一车子 当它变得更高 但即使价格没有问题 为避免出现大团煤车载客的窘境 孙达兴扩大了包车公司的来源 从以往的一两家合作伙伴增加到四五家 以备不时之需 也有业者建议当局新设拥车证组别 或提供拥车证回扣 因为现在拥车证真的太高了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买一个大辆的巴士 停车费也非常贵 所以我们也希望当局可以想一些办法 来帮忙我们这些留业者 怎么样的降低那个拥车证的价钱 教育部刚在六月份宣布 允许本地校车业者在一定期限内 享有更高的外籍员工配额 以缓解校车司机短缺问题 受访包车业者认为 旅游局或许也能考虑采纳这项措施 应对观光巴士的司机荒 为了不下跑中产阶级的旅客 书房旅行社表示 他们一般会尽量吸纳包车费的涨幅 如果是小型亲友团 业者也会安排导游带旅客 体验我国公共交通系统的便利 虽然有缺险在车车车车的车车 我们可以推荐其他方的措断 例如我们可以推荐其他方的措断 或者我们可以推荐更坚定的方法 就是公共交通系统 优优优独的旅客 有些游客真的拥有意见 和游客选择这种不同的方法 游客的游客 если要让我去不要 我们要centered成统 你看因为这个来电灯 但是回头跟刚才